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认识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对于我们的影响 有些人轻如红毛 有些人则重如泰山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大智慧大慈悲的长者 就彻底的改变过万万千千个个人家庭的生活和命运 在全世界有数不清的人们 就是因为在电视光盘和图书中认识了他 才明白了很多问题的真相和解决的方法 从此真正的远离了不幸和痛苦 消除了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各种灾祸和恶果 这位老人就是享誉世界各地的净空老法师 人们如此敬重老人家 绝不仅仅因为他是当今佛教界最知名的高僧大德之一 或者因为他把佛教经典讲解的深入人心 明白透彻 最大的原因是人们按照老法师的教导修学佛法 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真实的利益和极其明显的效果 所以佛法真的不是一堆玄妙的理论和空洞的说教 甚至迷信而是罪切实际的一种生活方式 佛所讲的东西在科学上证明 人不能生气 你要生气的时候跟你说法 你全身的水的时候都变得很坏 不但水变得很坏的时候 你的细胞 你的毛细孔 样样都变得很丑陋 所以你想想看 生气的样子 你镜子照着看的时候 那就很丑陋吗 全身每个细胞都很丑陋啊 这个对于自己身体有严重的伤害 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 绝不输在现在简单科学之下 比他们高明度了 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 希望同学们要认真落地 这个里头决定明显 净空老法师已经八十高龄 现居澳大利亚 但每天四小时的讲经说法从不间断 老人家是第一个在全世界利用网际网络 卫星电视进行远程教学的人 他的华藏卫星电视台就是其中之一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听众 分布在全球五大洲 二十四小时都在聆听他的讲经教学 由于老法师在种族团结 宗教和睦 道德提升和救把苦难等诸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多次获得美国 澳大利亚等地政府和大学 授予的荣誉周民 市民 荣誉教授 博士的殊荣 多次以宗教界代表的身份 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和平发展会议 老法师还是全球许多所佛教教育组织 静宗学会的导师和顾问 你对于佛教是不是很清楚很明白 如果对于佛教确确实实没搞清楚没有搞明白 你就相信 你就皈依了 你就去磕头做一拜佛了 这是迷信的 没错 那么换句话说 你对于佛教并不了解 你就说佛教是迷信 你就说对佛教有许多批评 你还是迷信的 这个里面不是说我信佛的人才会堕地狱 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 没这回事 如果说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 那我们就不要信佛了 不信佛的人照样堕地狱 不管你信不信 求发财 求升官 佛菩萨面前许愿 我要升了官 发了财 我再来还愿 再来给你大供养 给佛菩萨谈条件 贿赂 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 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 造无量无边的罪业 2006年4月 来自全世界的高僧大德 云集中国杭州 盛况空前的首届 世界佛教论坛开幕 晋空老法师作为论坛 压轴演讲的贵宾 再次就全世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做出呼吁 我必须从内心深处化解对一些人 是没有对应 没有对应 没有对应 心就平安 没有疑虑 心就清静 没有劳动 没有抽筒 心就难落 晋空老法师 敬空老法师德高望重 法源殊胜 许多高僧大德 慕名而来 依依不舍 这是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 叶晓文先生 亲自护送老法师 走出论坛会场 老人家虽然八十高龄 但荣光焕发 神清气爽 应对从容 步履轻快 往往比许多六七十岁的人 看上去还要健康和自在 每个见到老法师的人 无不为他清静不染的风度 所折服 慈悲庄严的威仪所感染 胸怀天下的心量所赞叹 老法师认为 正确的修学佛法 必然的结果就是身心和谐 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 直到世界和谐 佛法的本质 就是对天下人民 纯净纯善的教育 老法师为佛法的真谛 总结出了精辟而通俗的二十个字 如今 他已成为了广大学佛者 坚信奉行的佛学真言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究 慈悲 纯净 这是讲心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 是纯善 是讲心 纯净的心 纯善的行为 不夹杂 毫分 不敬 不慎 你就圆满修复 就修复修制衅着 在日常生活当中是 在工作当中是 在厨师带人进入当中是 没有一丝好学 没有一丝好意愿 没有放下 这几点 释迦摩尼佛49年所持的一切经论 不理这个原则 老法师的德行和威望 让各国政要对他礼敬有加 这是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副主席刘彦东设宴欢迎 这是与马来西亚前总理 马哈蒂尔在一起 美国总统布什也多次请教他 老人家提出了对他的希望是 带头倡导道德教育 劝导美国大众 尊重包容 平等友爱 化解冲突 美国人应当是好好反省 花这么多钱 发展这个武器 没有用 不如拿这些钱的时候 去救济全世界这些苦难的人民 美国是世界最低的老人 所以多少年来 我常常讲 希望美国不要做警察 做圣诞老人 哪个不坏心圣诞老人 你做事做检查 小孩看到检查都逃了 都躲避了 金空老法师经常强调 佛教不中形式而中实质 为了平息冲突化解纠纷 国际性的和平会议开了又开 但战乱与灾难有增无减 于是老法师找手树立一个可供全世界学习的看得见的样板 在老人家的故乡 中国安徽省卢江县的汤池镇投入两亿多元人民币 成立了亚洲最大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培训出优秀的德语教师们言传身教 在四万八千人的居民中倡导传统伦理道德 推行仁爱谦让和平的儒家教育 在短短四个月后 当地的民风大为改善 人民道德素质显著提升 全国各省都有来此地参观学习的代表团 效果确实令人惊叹 并且获得多方领导的高度肯定 是我想的把这四万八千人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统统让他接受儒家的教育 原来我想总得要半年一年才能生效果 没想到一个月效果就出现了 夫妻不吵架了 婆媳能好横横目相处了 这小孩等笔接了 直到孝顺父母 邻居吵架 吵到郑顺夫的人出来说 你们都学了弟子规 还好意思到这来 两个人连红一赶紧就走了 这个仁爱和平的活生生的样板 正如老法师所说 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 只要方法正确 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社会的和谐 人类的和平 完全可以通过中国古圣先贤的传统教育 在今天得以实现 教育啊 父母不教了 让我妈去教 父母不教了 让家里电视去教 让王界网路去教 那个里面的内容 我没有接触过 我听人家讲 暴力色情 啥道盈望 好 你听听用这个教堂 你要让世界 要化解冲突 你怎么化解 所以我说好人是教出来的 圣人是教出来的 恐怖分子也是教出来的 我也是教出来的 你怎么教我吧 现在人不是过得人的生活 是过顺 机械 科技 努力的生活 难得是人的生活 人情味道没有了 你也做梦 你都想不到了 我们读古书 你看古人的文章 文学作品 从前人生活 一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 多美啊 现在人生活生活在妖魔鬼怪里头啊 我是没有接触啊 偶尔在这个电视里面看看 那过谷的画面 那什么妖魔鬼怪啊 你看看那个声音 鬼哭狼嚎啊 过得这么个日子 他们那叫享受 我们看的可怜啊 那完全那种疯狂 就像那个 吸毒 打麻烦 变成那个样子 那你是人的样子 饭场啊 净空老法师 1927年出生于安徽省卢江县 幼年在福建建欧度过 八年抗战期间 在贵州求学 青年时代 研读经史子籍 酷爱哲学 后在台湾 追随一代哲学大家 方东美先生 张家活佛 李炳南老居士 研习哲学佛经 长达十三年之久 1959年 32岁时 在台湾原山灵祭寺 剃度出家 1977年开始 应邀在世界各地教学演讲 讲经说法的光盘图书 数以亿计 留步各地 从来没有版权 都是欢迎翻课翻印 免费赠送给需要的人们 我在年轻时候 六叔 也是喜欢六叔 我造比一 比一般人造的也重 抗战期间 我长处就打礼 以后学佛 读地藏经 这个读得真实 真叫寒谋之术 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 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 我父亲死的时候 发癫狂病 看到山就往山上跑 看到水就往底下转 跟他讲完全一样 我亲身所见到的 净空老法师出身微寒 早年倾苦 多年来 世界各地千千万万信徒的恭敬供养 老法师从来不存留 马上捐献布施出去 主要的方向是运送佛书佛经 帮助医疗教育事业 仅在国内捐献希望小学 就有进百所 随便举例 2005年6月 老法师一次就捐给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3300万人民币 用来解决学校设施缺乏的问题 至今 老法师已捐献过多少钱物 根本无法统计 我这一生 你生过病 我常常都在做 我说我这一生不会生病 为什么呢 我的医药费不是病 哪里有人生病的时候 我要遇到的时候 我一定不失医药费 我的医药费不光了 我不可以生病 我生病没有医药费 我如果现在有很多人的时候 他奇怪 他要储存一笔钱的时候 等会将来老的时候 做医药费 他非生病 这样的 当然 他那个钱 他不生病 他那个钱怎么样 被花掉了 因果 八十高龄的老法师 佛氏繁忙 经常奔波于澳大利亚 台湾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香港等地 每到一地 每天都可能会有几十批的来宾会见 当然也包括各种媒体的采访 这是接受香港凤凰卫视的采访 华人工啊 佛教是风马流流相干 这个佛教是佛陀 非常完善 善良的教学 他自然就能够了 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帅 修学的人 为什么不能有 像过去那种行动的成就 大家把根忘掉了 不孝不尽 那么这种修学 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 他不许的修学 也不许的宏远佛法 完全做 消遣佛法 没事干的 就消遣消遣 拿到佛法来消遣 老法师一生致力于佛陀教育 佛教教学 着力倡导 破除迷信 启发正知正见 阐明佛教的最大意义 不是烧香拜佛求保佑 迷信宗教 也不是把它当成一门学问 去做学术研究 而是对普罗大众的生活命运 有真实的帮助 破迷开悟 使云云众生 能真实受益的最好教育 学佛在于改变本质 修行在于改变观念 只要修学正确 如理如法 那么任何灾难 痛苦 不幸 都能一一化解 同时 一切提升善良品质 恢复心性 昌明道德 改善社会风气 教化补育人心 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教育 净空老法师都大力弘扬赞叹 你还是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一切恭敬 骗佛菩萨 上骗佛菩萨 下骗一切众生 在最后都骗自己 老法师光风济月的胸怀 深远广大的智慧 浅显幽默的表达方式 往往使大众闻所未闻 茅塞顿开 欢喜受用 你天天给人家争 人家穿这个花样 你好像 这个衣服不瘦后 不时髦了 穿不出去 穿人笑话 我就跟他讲 笑死是别人死 你不死吧 有一天他问我 他说净空发自操 你常常讲啊 佛事门中有求必用 所以我非常怀疑 我说你为什么怀疑 他说我向地藏菩萨求一个店边香 求了三名都没来 我就问他 我说请问呢 你这个道场住多少众啊 你的道场住多少人啊 他是就他一个人 我就跟他讲 没有必要啊 我是地藏菩萨也不给你啊 你说你一个人呢 一个人也需要啊 学会聊亲近平等局 学会看不放下 永远不生病 不但不生病 你还会不老啊 你看我这个样子就不老啊 许多认真观看过净空老法师教学光寒的人们 大受益出 大有收获 诚心诚意的 依教奉行 修学佛法 或转危为安 或灾祸化解 或重病消除 或烦恼减少 无不感恩不已 这种彻底破除了迷信的修学佛法 使无数的家庭重归和睦吉祥 无数的男女老幼 借恶从善 永得平安 这位大慈悲 大智慧的净空老法师 的的确确是今天的人们 不能不认识的一位好师长 我们祈愿更多的地区 更多的人民和更多的家庭 有福气 有智慧 有缘分 认识老法师 学到更多的东西 获得更大的利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